人体的内脏问题 其实通过我们的脸部就可以看出来 不仅有人问了 有这么神奇了 长在肚子的东西 从脸也可以看出来 老中医告诉你 内脏里缺啥 你脸上就长啥 脸与内脏的关系 英国有权威医学院研究发现 为什么有些人长得漂亮 身体也好 而有些人长得丑 身体也差 说明二者存在着联系 那究竟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来看看 额头皱纹 如果发现额头皱纹突然增多 或者越来越密集 并不代表着你老了 而是身体出问题了 表明你的肝脏超负荷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解烟解酒 别吃动作内脏 勤喝水 来缓解肝脏的负荷 黑眼圈 黑眼圈 不是你熬夜 它就来得多 多得厚重 它的出现 代表着肾脏有问题 负荷过重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少吃咸食 咖啡 糖 多吃白萝卜 胡萝卜 从而缓解它的症状 不要盲目的用医学药品 有时候还会加重黑眼圈 甚至对视网膜有危害 脸色 我们经常可以听见别人说 哎呀 你今天脸色不怎么好呀 其实脸色也是内脏有问题的一个警报器 这个时候 说明你的肺部缺氧 肺功能出现了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适当的运动 增加肺活量 同时 还需要多吃富含蛋白质 粗纤维 矿物质的食物 鼻子有些人 发现自己的鼻头为什么永远是红色的 那么你就要回忆一下 最近是不是吃了太多的甜品 太多的糖类淤积 就会在鼻尖上形成红色血管 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多吃一些果仁 水果和酸奶 比较容易消化的 还有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就是 如果发现你的鼻子红得严重 那么就证明你的心脏出了问题 这个时候 需要多休息 静养 戒烟 戒酒 少吃油腻的 多吃清淡的 嘴唇 嘴巴突然肿成了香肠嘴 那恭喜你 你上火了 如果不是上火 那么再次恭喜你 你中标了 因为 很可能是由于胃部静卵引发的 这个时候 不要慌 我们要吃土豆和高热量的食物来保暖背部 2. 豆豆的位置反映病根的位置 1. 额头长豆 压力不大 焦躁易怒 心火旺 血液循环不好 2. 眉间长豆 心率不齐 心悸 胸闷 做心药规律 多喝水 3. 鼻头长豆为火旺 消化系统出问题 少吃冷饮刺 4. 左脸长豆有热毒 肝功门不畅通 5. 右脸长豆肺功能异常 少吃海鲜 芋头 芒果 6. 下巴长豆内分泌失调 少吃冷饮期 5. 太阳学长豆此处附近有小粉刺 说明吃过多的加工食品 吃胆囊堵塞 3. 脸上的斑点也与疾病相关 眼皮肤斑 3. 过多的人流 妊娠次数 或激素不平衡眼周围斑 大部分为子宫疾病 多次流产 激素不平衡 而造成情绪不稳 脸颊斑 肝脏功能弱 紫外线晒斑 失眠太阳血 眼尾斑 甲状腺功能减退 更年期 妊娠 心 理受到强烈刺激相关 精彩